我太难了 你们倒是投啊 总不是把我累死吧 本届奥运会空砍群群主正式上线了 两场比赛分别得到34分和27分 全队多分都没有上过80 真就NBA是什么队友 这又是什么水平的队友 面对没有超级球星 整体年龄偏大的西班牙男篮 本来是希腊队力争拿下 冲击八强的好机会 然而队友们的表现堪称灾难 比赛开始字母哥就迅速找到状态 但第二节对手加紧了对他的盯防 字母哥接球都很困难 老辣的西班牙通过团队配合和3分 瞬间将比分拉开到10分 下半场字母哥继续拖着球队前行 一次一次拼尽全力杀入内线 一次又一次飞出场外 而队友带给他的贡献 却是持球各种压时间 3分各种不进 这样的情况也让西班牙大胆包夹 字母哥在低位接到球 马上三人包夹 一人封堵传球路线 一人扫荡其他4名希腊球员 这样的场面也真是活久见了 第四节字母哥一度带队抹平分差 关键时刻拥有追平比分的机会 球在队友手中走了一圈 无人敢出手 字母哥被迫在湖顶一汉投尸3分 5把3分线短一些 这个位置的长2分字母哥很少会出手 一场比赛下来真的是哑巴吃黄连 有口说不出 打爆了对面5人 却带不动4名队友 感谢观看